屏東近期連日豪大雨 從山區到海邊都有多處積水 甚至淹入民宅 除了雨災 其實也隱藏另一個健康危機 屏東基督教醫院近期收治兩名患者 分別是落農及原液工作者 因為在積水中工作 疑似感染人畜共通疾病 比如說高端裸前期 或Q热或是立刻刺激等等 那這個會藉由動物的糞便排到土壤 或是污水 那他們這些工作可能會接觸到這些污水 那就遭受到感染 那所以它會發生不明原因的高燒 或者說是肝炎 黃膽人會很黃 或是小便會很紅 林群峰表示 民眾習慣雨天穿涼鞋脫鞋出門 清理家園時也可能無意間被感染 2009年莫拉科風災後 就有百余人感染這些疾病 會特別小心 就是會把那些雪 給它倒掉這樣子 然後就是注意一下 戴手套啊那一些 我們會馬上做處理 就是說先消毒啊 現在不是都有那個嗎 酒精啊 就馬上做消毒啊 然後就以防 以防它發炎啊 發炎的時候就去找醫生打針吃藥了 另外林群峰也提醒 被污水沾染的食材或食物不要食用 泡水的鍋碗瓢盆最好徹底消毒 比如說感染性的一些磁疾啊 或者說是病毒性的一些感染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一些病毒 它在 尤其七八月過後 颱風淹水過後 它會污染我們一些食物啊 飲用水 尤其是屏東地區很多是地下水的水源 除了雨天 其他戶外活動 包括登山 露營等 都應該穿著包覆性的鞋子手套 尤其糖尿病患者傷口碰觸污水 容易引發竹細菌感染 嚴重的話甚至需要截肢 提醒族人應多加留意 原始新聞霸浪 屏東市沉門不到 它會有些細菌